岛内宜花莲生活,八族一树倒后转到一对一导览,榕树下吃完海鲜炒面跟地瓜脚汤,天太热昏昏欲睡,回民宿遇到曹操伙伴邀我吃老酒豆花,我搭他的便车去展点再回味一下。 在这边一直静守等待,在这边翻层口,因为他长时间在这边守着,他的时间感会越来越缓慢,然后他的时间感就会变成像是一个无序的时间的概念,所以中间又只可去水池,十二片的钢帆都去水池 然后中间的水,我觉得老师用来加强他的那种孤独感 因为四周就只有他,真的有那种感觉 他跟外面的海浪有多少种有各种的对比 有这样的 我真的觉得会,就是你每天陪着那个作品,然后你每天看他看他看他,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又多出了一些感觉出来,对对的 就是不一样的那种,然后就越来越,越来越有感觉,越来越有感觉 所以五三其实很适合用来发呆,啊真的,这边可以发呆很久 这边做一种医生,在这里可以撑一片的海景 对啊,我想看这边九三级大 就这边这么多的啊,到内容,那 Patch 这边 bites 没有怎么过七七的一边吧 七七的有趣 哦哦,五三的 好有气氛喔 这个出去的窗 哦,这个出去的窗 哦,这个出去的窗 哦,真的好美哦 往那邊看過去 人家村子就在那個地方 再過來一點 這樣子這個角度去看 這個很漂亮 我從這邊看過 三顆所以我覺得很可怕 那三顆 上面那裡的那三顆 這個角度 這邊霧的 有看到欄杆了 我們這邊牆上的話是創作家 他想要用這個 住手在這邊士兵的心情 然後已經 他去融合這個剪建築的顏色 去創作出來 就是平面上的那幾圖 這幾圖畫 上面那個是士兵畫的 這是士兵畫的 因為我們社口開始去很遐想 然後士兵想要為了做瞄準的動作 而去畫這個 我們這個要句點的圖 去做瞄準 好特別 我是類似直男的點 然後你要去對瞬他 這個是 像我家後來額外這幾圖的 是額外喔 因為它是突出來的 像這個跟後面那兩個都是突出來的 其實作家想要知道 如果從海面上看進來這個地點 或是什麼樣的底下 才去創作 所以它這個是從外往內看 好像這個不是由內 由內往外看 所以我說要解說 當你不解說的時候 我們只會說它是一幅畫 但是這個畫到底是什麼意思 甚至有人說我醫術看不懂 我覺得它畫的那個到底是什麼 它都是有藝術看不懂 它都是有藝術看不懂 而且我發現它的畫型 在你這邊的天氣 它擦身萬物陽光 因為顏色很 顏色有灰 對 好像裡面的面部的顏色 它就是一共 面上這個很 對 直接採 下面的鏽石的顏色 就是下面的鏽石的顏色 所以它的畫作跟建築物本身都很融合 就去反映到它的畫作上 它也是用的比較抽象的方式去畫它 對 起霧就會返潮了 所以那個整個都濕濕了 有鹹鹹的嗎 沒有 沒有鹹鹹的 我覺得八八坑到的水蠻好喝的 真的嗎 它的水喝起來像奶油 這麼神奇 肝奶油 就是口感 在烘大胸炸砂油炸出來 Oh my god 用炸腰炸出來 這裡真的 凹凹凹凹不平 感覺 比較平的地方 是用澡的 喔 比較凹凹的時候 就是用炸的 好 這邊也有一個作品 它就是前面有酒水 所以 ok 好 好 所以到这边不就 是得轮流进来的意思吗 右边是从作家画的 左边是士兵画的 有种对照版的感觉 看一下对照版 不一样的感觉 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看一下四孔 四孔好美哦 然后真的每个窗就是一个风景 而且是那种有没有这样子 咦?咦? 都不一样 太漂亮了 这个真的是 没有光的时候 真的什么都看不清楚 但是刚好有色口的时候 才会看得出 它里面有什么? 这边是烂泥发的 里面就是基因烂泥了 我觉得今天下雨是全湿 所以它这边是海水是会灌进来的样子 是湿气的灌进来的样子 是湿气的灌进来的样子 岩石的缝隙 然后渗出那些水 对对对 类似那个感觉 但是叭叭的比较 更有那种感觉 因为它是会真的是滴下来的 哇 就直接一直滴这样子 你在那个导览结束之后啊 你会不会觉得有那种想要再倒一场那种感觉 会 会喔 因为就会觉得 诶 怎么结束了 嗯 没想到你就是本身 听那些民众的声音也是民众热情 对啊对啊 比如说他们觉得很赞叹 或者是哇 因为你的讲解 然后让他们就是认识好多 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哇 听到他们的回馈也蛮新的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回馈的那种心情 就会觉得好好棒喔 然后就 诶 庆功宴之后 然后就 一切就停止了 结束了 怎么会这样 对好可惜 重点是 就真的是跟这个作品 say bye bye的 对哦 很直接的 嗯 对对对对 我今天是超乎 啊这就是 也是 这是 不是这个是前几天 这是之前的作品吗 创作的家在这边办工作坊的时候 跟学员一起做 啊那时候 做的作品 对啦 就很像是那个冬菊的那个 那个白马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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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边做的那个桃涌的感觉 像文物馆的那个桃柱也是白马座吗 对啊 嗯 嗯 哇 哇这个门好有感觉啊 这边是那种拍艺术照的地方 超有view的 这个 慘了会不会有游客来 然后要求拍照拍拍个老半天都不走 他们其实都会待一段时间在上面拍的 啊 就是可能 导览结束然后又会跑来拍之类的 对啊对啊 对啊 你的血眼 就作家在这个社口做这个 时空的隔阂 就是 你不知道下一秒是一颗子弹过来 还是像 还是一样美丽的天空这样 嗯 感觉军事军事的这种巨口啊 都是会 常常会让你有一种那种 不确定感很重 对 而且这边到冬天的时候又很雾 嗯 哦 对对对 他突然农农的时候听说 看不太清楚耶 对 他说那种距离就是很短 然后看不太清楚 就我去完冬局之后 再来看这边更有感觉 嗯 因为我去冬局那天真的超雾 超雾的 哦你是遇到农雾 对 就那天湿气90%左右 哦 所以你是遇到农雾 然后我去的时候就开始下大雨 没错 一个浓木的下大雨 可是这就是一个那个啊 经验啊 有那样的经验 再回来看这个作品 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没错 哦 架一个很大的机枪耶 这个 蛮大的 可是这个色口就是 很明显的 对 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可能会被刺激 抓很长下 对 跟下面的那个色口比起来 这里真的是一个 嗯 最危险的 位置 虽然他看到的那个景色是最美的 因为他不用躲在那个下面的色口里面看 然后旁边那个大大的 哦 那个大的才是 哦 那个是渔船吗 嗯 看到了这个灰灰的 有点灰灰的感觉 哦 在这个据点真的是 确实 景色真的是会让人家一直坐在这里发呆的那一种 对 真的是太美了 所以还要再往上走 有 特别介绍什么植物 好的 琼玛的花 琼玛花 啊 就在那里 刚好开花 对 你知道是哪一个吗 尖尖切这一棵 有 哦 哦 小小的那个才是 因为那个有的是长出来的 哦 白白的 小小棵的那个 那花那么小 零年前这一棵很像树的 嗯 哦 那个是枯掉的 啊那个已经枯掉了 所以它上面是果实吗 对 是它的果实 所以它也是这样掉下来又继续生长 我之前到海边啊 看到这个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只知道它很漂亮 对 就想说 诶这是什么树 我以为是树 对 有那么漂亮 原来它居然是穷嘛 岸边上有很多一块块的东西 嗯 嗯 这个是防水鬼用的 哦 这个就是防水鬼用 它上面会黏玻璃 哦 所以那 哦 所以它一闪一闪的 哦 一闪一闪亮亮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它是玻璃 嗯 它用混泥土去黏玻璃 哦 哦 对哦 是有可能水鬼会从下面这样爬上来 以前真的好辛苦哦 真的 真的是很紧张 那这边真的是很紧张 因为 因为晚上还怕水鬼 对 然后白天怕子弹 真的是一个兼具的地方 虽然这边没有像金门这样打起来 可是可以想见 有这边有打 哦也是有小打吗 有子弹过来 哦就是榴弹吧 嗯 有榴弹过来 然后铁爆那边之前真的有水鬼 上来莫少 哦 好可怕 我在美食那边 他们当地去黏玻璃 啊真的有 真的有 有人被捕掉 啊 果然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一直以为说 这边只是战备状态 或者是 偶尔有个小榴弹之类 所以 原来真的有这么一段 之前这边中山堂有被炸掉 哦 中山堂被炸掉 对 哇 那真的 在美食那边 不是普通的 这也太粗壮了吧 难怪他们会说 这个是拿来做那个植物纤维的东西 它可以防空架 防 是闪边空架 哦 闪边空架 哦 所以它会 噢 很硬吗 真的是硬邦邦邦的 从空中下来就直接 就戳到 哦 就戳到了 因为它这个 它这个很奇怪 所以它不是用手就可以把它撕的破的那种感觉 嗯 它很像那个塑胶布 对啊 它的质感 对 还蛮香 很像呢 很像塑胶垫 很像塑胶垫 对对对对 厚度要再厚一点 对塑胶垫 很像塑胶垫 很像塑胶垫的感觉 因为毛毛毛绒绒 因为毛毛绒绒像 像小兔兔的那个 毛啊 毛毛啊 我的 啊 好可爱的绒毛 对 小兔角角 我很喜欢在那边拍那个 他们的 一个小小小子 很漂亮啊 对 好真的啊 这样子 这个点真的是可以待很久 真的 哦 这个 喔有刺耶 它叫兩面刺 它正面背面都有刺 兩面都有刺 喔真的 刺刺的 這邊也是刺刺 而且兩邊刺的顏色還不一樣喔 這邊是紅色的 紅褐色 紅褐色的 然後後面就是 白白 偏葉綠色 啊 葉子的那種葉綠色 很有趣的刺 所以他們才會說 以前常常會種的一些植物 是要抵禦敵軍用的植物對不對 所以這個真的很少見物 有些路上 像葉綠牌 很紫色的花好像很長見 對啊這個真的很少見 這個在路上也不太會看到耶 這個還蠻特別 側面看最清楚 側面看得像那個 好多刺喔 好誇張的刺 所以他這個植物 對啊 不 不多耶 會不會是因為他原本別的地方也有 然後 可能機靈覺得他很危險 把他拔掉之類吧 就不知道了 或者是他本來是原生種的 所以這個植物是還需要再查一下 才知道他到底是 所以他這邊 我看他那裡還有一個 可以通到剛剛下海岸邊 但是不好走 所以他 他可以通到下面底下那邊去 有人會從這邊走去釣魚 啊 果然是釣客耶 我覺得釣客最厲害了 因為他們什麼路 他都趕走耶 重點是趕走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到那個釣客走的路 我們還不敢喔 而且我們走下去 到一點是要走過那個玻璃 喔就是玻璃碎片那邊 那真的不是普通人可以走 要像他們那個穿著那個膠鞋才能走過去喔 但我有走過啊 你有走過啊 嗯 有很刺激的感覺嗎 還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我想像自己是那個 那個 那個蠻可怕的 對啊 那個看起來很可怕 這個露營的畫質 拍最後的退角度 嗯 小兔再見喔 欸你要一張嗎 好啊 跟你的小兔 小兔出門 他很特別的是 因為馬祖師期的關係 他 他牆地上有時候 早上會有一些水珠 就整片兩頭是濕的 嗯 然後導致這個這幅畫 產生一些 它不是屬於原本自己的皺褶跟顏色 像這邊 可以請你看一下 它會不會用走去 我現在凸下來的地方 不是它原本具有的 然後像這種露營 也不是這幅畫本來具有的顏色 是因為水氣 水氣流下來 我比較常看到那個牆地上流下來的是那種粉 粉紅色 是因為人家說那種反潮的時候 那種粉紅色的感覺 它這邊是比較偏像綠色的 嗯 像這邊也都變藍綠了 這邊本來不是這樣 像這裡就有一點粉紅色 這邊就有一點粉紅色 是我們一般的牆地 所以它有一種作品跟環境融合的那種 有這樣子就很有融合感 所以它不只是一張所謂的海報 它是真的有那個整個痕跡 環境的痕跡留下來 對 痕跡都還在 這就是真的是 好 也有人會從你這邊看過去 就是一天把這個搶 一幅未完成的光景 跟一幅完成的畫 又是一幅畫了 這樣子看起來又變成另外一幅畫 然後把文字看成是鑰匙 哦 用中畫是一種很特殊的鑰匙 它可以開啟能不能在這邊的想像 哦 好特殊哦 因為我都 文字的一個想像 我看作品的時候 我只會發現它上面有那個像排版的那個 它那個是簽字版印刷 對 簽字版印刷 所以我找日新助證去製作的 哦 把它的那個詩給排出來嗎 嗯 像比較特別的是 等一下 它是台灣的字 它是明東話裡面的字 哦 它是屬於明東話 不是所謂的 啊 簡字也不是這樣 嗯 對也不是簡字 嗯 所以在簽字版上面 這個字 我們要把它拆一拆兩個步驟去製作 嗯 真的是很特殊 所以有一些文字 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 可以用做出來 像台語也是 它有時候那個 那個字體 我也看不太懂 對我看不懂 是真的要撤了嗎 這個也是啊 它裡面有那個燈光 嗯 映照出來 它是做成像一個 可以自由想像的 它可以想像是一個 小小小小型的島嶼 或是一個小型的博物館 嗯 或是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個 溫暖的一個家 破座的外殼 那裡面是溫暖的一個家 那裡面是溫暖的一個家 這個好多想像哦 那它的 它的那個 創作原理 有特別去問過 就是知道說 它想 就是真正想要表現的是什麼 還是它也是一個抽象式的 作家本身想要傳達的裡面是 浪費時間 嗯 就是在這個空間裡面浪費時間 嗯 去聽它 在這座島上收集的聲音 然後跟這座 這座廢基金牌構築出來的一個空間 讓你站在這邊去 感受這件作品這樣子 算是比較用自己去跟作品做連結 不去做多餘的思考 嗯 那塊板子是 它把聲音匯聚來匯聚之後 轉成震動的波 去震動那塊板子 它就會形成 它每天會因為環境的濕度啊 或是 它會形成不同的形狀 哦 真的嗎 哦 因為 那要說那個深波震動 然後比方說上面有沙子或什麼 它就會 它就會因為那個震動的波不同 然後就會震出不一樣的形狀 對 像是 像是 但它會因為每天 濕度的關係 沙子上 沙子在上面 它有些會 連在上面 而不會震動 所以它又形成不一樣的形狀 所以又形成不一樣的形狀 對 所以它每天都會創造一幅不一樣的作品出來 對 或者是些微變化的那種 那種 作品 一般 一般時候它是兩個圓 然後 那兩個圓 看起來像是 兩座小島一樣 哦 就是分開的兩個圓嗎 對 大小這樣子 一大一小 你可以直接想像成它是一種島嶼的形狀 所以它很像是那種潮汐 因為潮汐 然後那個島嶼可能就會每天 每天因為那個海浪 進進出出 它的形狀並不一定就是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很像人的肺 啊 真的有像肺 對 兩邊的肺 但是其實你看 它也可以是一個什麼小熊有沒有 小熊 這裡有鼻子 然後有一個頭 然後是身體 對 好可愛哦 有熊熊 就是各自想像它的那個 具象的東西看習慣了 就不太能理解 它這個有點像是把聲音具象化出來的概念 嗯 然後我自己是有時候會把它解釋成 這座島嶼的聲音 轉變成上面的沙子是人的聲音 因為人流失了 島嶼的形狀就顯現了 很有道理 對 對對對 而且你會過一段時間 你又會有一種新的 新的概念 對對對 又有新的概念 或者是你又突然覺得它 會有一個更深的 意涵 意涵出現 然後你就又去把它引伸出來 嗯 所以反而我覺得到後面來的 那個民眾啊 比較幸福 對他們聽到比較多不同的想法在裡面 對對對對對 他是 從一個 媽祖的島民的作家 然後他是一個作家 他從他的著作裡面 去選取一些跟媽祖著作島 比較有關的故事 然後再把它騎到牆上 然後再藉由 猶豪溫本人 去將那個聲音錄製 然後去播放出來這樣 哦 所以他播放的那些聲音就是 這一些字體 對那個民東話 哦 民東話 這邊 這邊兩個聲音裝置都是叫民東話的 民東話真的好特別 聽不懂 對 聽不懂 但是就是他的文化 這是他特別的地方 對對對 然後我說我不知道 因為我也聽不懂 就是轉換 轉換成那個 那個 我們不熟悉的那種 生育男 感謝策展單位 在來的前後各給了一天住宿休假 讓我們可以去看展場活放鬆 就得到 跟他 水 了嗎 會